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麥米 相信大家看到我的標題就知道了 我買了兩隻的數碼暴龍手環 有一隻原來是壞的 正當我想著跟Yuki一人一隻 數碼暴龍手環一齊手牽手地 去培育我們的數碼獸 然後增進感情一起很開心地玩下去的時候 怎知Yuki那隻原來是壞的 唉 網上很多位朋友說 這隻手環質素很差 發現很多問題 例如像我這樣 他的心跳感應是感應不到 連app連到 有筆 會複製等等 超多問題 我打算測試給大家看 你那隻會不會都是中招 或者是中招怎麼算好呢 還有就是想跟大家試試 現在坊間流傳了幾種方法 可以令到這個心跳感應的系統 不用帶上手都可以繼續測試 事不宜遲 跟大家測試一下 首先給大家看看 Yuki那隻是怎樣壞的 正常大家按這個位置 然後可以檢查你的心跳 按兩邊按鈕 按鈕 它便會等待 沒錯 大家可以看到是Fail 我這隻是正常的 大家可以看到已經去到究極體了 一樣去檢查心跳這個位置 我們一樣試試 完成 多數正常會這樣 代表不是我沒有心跳 有些朋友說 是不是你戴得不好 現在我同一隻手戴 不關事 我上網看到有人說 如果你感應得不好 就可以試試用皺紋膠紙 黏住後面這個位置 看看可以不可以 我們又試試我這隻 壞了的可以不可以 好了 黏住了 我試試戴上手 好 試試試 是一樣不行的 都是失敗了 零零零零的 我發現到 大家如果是兩隻一起看 就會知道是甚麼事 我們一起檢查心跳 好 是閃綠燈的 但如果我當我這隻 它感測到 燈是會長著的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長著 但如果這個呢 是怎樣都不會長著的 右邊那個已經成功 檢查到我的心跳 然後左邊是失敗的 很明顯就是 錶的問題 大家可能會說 你的心跳檢查不到 你就不要用 不要用這個來玩 繼續玩其他功能 那你就錯了 因為你的手環 是需要你維持著 這個心跳率 它的活力值 才可以維持著 在一個水平上 否則它就會當你沒有 戴上手 然後你的活力值 就會慢慢下降 而活力值 亦都是直接影響了 你這隻 數碼獸的強弱 所以這個感應一壞 其實基本上是 玩不到的了 可能明天會拿去 我訂的那間店 看看它會不會 換給我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好像我剛才說 因為心跳感應 是直接影響了 我們這隻 數碼獸的強弱 所以 上班 上學 就是你長期戴著一隻 好像玩具的錶 有些 可能有些人會不好意思 那坊間 就發明了很多 不得意的方法 那我跟大家測試一下 看看 合不合 那大家就不用 常常戴上手 就這樣 放在它一邊 都OK 那就是有幾種方法 第一樣就是這個 泡泡紙 然後就是 紙巾 還有一個類似膠袋 所有反光物質的東西 他們都說可以 那我們現在馬上測試一下 好 那首先就是這個 泡泡紙 大家看到我已經綁在上面 盡量綁厚一點 不然我怕它會感應不到 那就試一下 大家看到它會長著的燈 好 完成 是可以的 這個方法 這個泡泡紙是成功的 好 然後第二樣 我們試的是這個紙巾 那些人說 只要拿著一塊 然後放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搞定 紙巾 我們試一下 咦 紙巾 可能不夠厚 對吧 我們試試弄厚一點 多加一張 好 我今次塞滿多一點 盡量遮住它感光的位置 好 再試一下 嘩 完成 大家看到是成功的 這張紙巾更健康 比剛剛那張泡泡紙更健康 哈哈 好 最後一個就是這些 反光的膠紙 他們說都可以的 我猜都可以了 嘩 超快完成 完成 大家看到嗎 這三樣都可以的 剛才我那隻正常的就成功了 試一下 如果這隻 我們覺得壞了 如果用這些泡泡紙 可以不可以呢 好 試試它 大家看到其實已經沒有燈 剛才我那隻 你會看到是有些綠光 這個都沒有透出來 沒錯 是失敗的 紙巾 雖然我也覺得不行 沒錯 也是失敗的 證明這隻已經 正式 壞了 好 測試完了 大家看到 全部都成功了 大家可以不用那麼辛苦 經常都戴著它 用紙巾包著它 放在一邊 它都不會持續扣你的活力值 順便說過 有些人有疑問 就是 但是你這樣保持活力值 我是想升 你這個方法就是保持沒什麼用 官方就說是這個50步 就會提升1的活力值 每3分鐘就會更新 前流步數越多 它升就會越多 所以 其實你只要可以找到一個方便的方法 像剛才那些 這樣 保持有心條件 然後有指定的步數 其實它就會慢慢升上去 希望這些資訊幫到大家 還有希望Bandai 可以快點處理這些問題 因為真的很多人 有不同的問題 會令到很多粉絲失望 因為我覺得 其實這支手錶的設計不錯 有種數碼獸 在我的手環和電話 四圍走 很有動畫的感覺 還有希望我可以順利換一隻 新的回來 我就可以跟Yuki一起玩 如果大家都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你都有這個情況 都不妨大家在下面留言 一起討論一下 這支手環我會繼續玩 有什麼最新的資訊 我都會盡快告訴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 記得要給個讚 訂閱 分享 還有留言 還有我們Facebook IG 還有MIWE 有什麼突發的事件 可能會在IG上直接發出 如果想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有新片 記得按下這個鈴鐺 只要按下這個鈴鐺 有一個新片 就會馬上通知你們 還有我們去逢星期二四 晚上八點 準時出片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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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